他是来自地狱的恶魔 能帮助绝望的人实现三个愿望 但代价是十年后献祭自己的灵魂 即便是这样 依然有许多人找他签订契约 这个流浪歌手正在街头卖场 突然一个小伙抢走了他的钱箱 男人骂骂咧咧地追了上去 他一个不注意 掉进了深深的大坑 等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一架飞机上 眼前是一个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 大叔告诉他 自己是地狱的使者 可以帮助他实现三个愿望 代价是十年后会收走他的灵魂 同意的话就签订契约 不同意就把他送回深坑里等死 男人回想着自己失败的一生 为了追逐音乐的梦想 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 可最后依旧一事无成 他想不到拒绝的理由 于是许下了三个愿望 他要年轻 要成功 还要拥有无尽的财富 当他在契约上签完字后 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医院里 镜子里的他果然年轻了三十岁 他决定改名合力 十年来 他在音乐的道路上所向披靡 尽情享受着青春 财富和成功 一跃成为了国内顶级音乐人 直到这天 一封信打破了宁静 是恶魔寄来的献祭灵魂通知单 十年之约已到 恶魔会在六天后收走他的灵魂 这让他惶恐不安 面对如今拥有的一切 他不愿轻易交出自己的灵魂 他全副武装 决定和恶魔决一死战 不料大叔早就看穿了何丽的心思 他告诉何丽 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恶魔 而是和他一样 也是一名和恶魔签订契约的人 他十分后悔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说完便转身从天台一跃而下 何丽吓傻了 急忙跑回家中 他拿出十年前的契约一把火给烧了 想当做之前的交易从未发生过 可当他第二天打开罐子时 发现契约竟然完好无损 何丽彻底崩溃了 开始乱砸东西进行发泄 口中嚷嚷着让恶魔立刻现身 就在这时 家里的门铃响了 竟是如今最红男明星条圣熊 熊哥掏出死亡通知单丢给何丽 并告诉他 之前的大叔只是他的代理人之一 何丽意识到他就是真正的恶魔 急忙打开自己的白宝箱 里面是他十年来收集的各种驱魔工具 何丽拿起罐子 抓了一把盐撒向恶魔 熊哥淡定地拿起盐送进嘴里 告诉他自己可不是鬼 剑没有效果 何丽又拿出一张符证 粘了兔沫贴在熊哥头上 说话间熊哥触动了机关 吊进何丽事先准备好的密室中 十字架和大盆圣水直接交了熊哥一身 但这依然不起作用 熊哥很快来到他的身后 何丽这下彻底傻眼了 熊哥说这次来只是提前打个招呼 三天后自己会来收走他的灵魂 接着便潇洒离去了 看着手里的契约 何丽喝着魔黑头来麻痹自己 这时门铃突然响起 他打开门并没有看到人 正当何丽疑惑时 身后一个黑衣男用铁棍 狠狠地将他敲晕了过去 瞬间鲜血直流 幸好一个女孩路过将他送到医院 但最终因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 熊哥快速地走在医院的过道里 身旁的墙壁纷纷脱落 走廊的灯光也忽明忽暗 他来到何丽的尸体旁 在他耳边低声细语 如果恶魔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 条件是十年后收走你的灵魂 你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吗 这个恶魔对着眼前的尸体说道 说完便潇洒离开 下一秒 尸体居然睁开了双眼 心脏也开始跳动 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 医生和护士都看呆了 何丽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走了出去 此时小雪还在对警察诉说着当时的情况 原来她是一名餐厅的助唱歌手 无意间发现何丽发布的新歌 居然和自己的原创歌曲一模一样 于是在何丽遭遇袭击的当晚 她拿着自己创作的曲谱来找何丽对质 却发现倒在血泊中的何丽 便将她送去了医院 这时何丽走到了小雪的面前 医生急忙冲出来拉住何丽 让她去做一个全身检查 何丽却淡定地说自己没事 她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和恶魔做了交易 第二天 小雪来警局路口共识 无意听到了熟悉的口哨声 来自眼前的这个少年 小雪响起 昨晚有个人拿着钢管出现在何丽家附近 吹的就是这个吊子 她立马指认少年就是凶手 眼见事情败露 少年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承认自己就是昨晚打晕何丽的黑衣人 原因是何丽每天晚上在家放音乐 打扰到她学习和休息 何丽一听立马怒了 自己明明做了很好的歌音 再说也不能因为这 就对自己下毒手啊 少年却一脸不屑 嚣张地说道 你不是没死吗 赔你二十万够不够 不够再给你家十万 何丽抄起凳子就要砸她 却被一旁的警察拦住 趁众人不注意 少年打算开溜 却被小雪一个漂亮的锅肩摔 狠狠摔倒在地 经过一番批评教育 少年被放了出来 路边的乞丐拦住她 告诉她将有一场血光之灾 少年认为她在胡说八道 骂骂咧咧地向前走去 这时乞丐的双眼变红 瞬间化身为地狱的恶魔 一把将她摁在墙上 原来她是熊哥派来的使者 恶魔愤怒地说道 原来恶魔为了复活和力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说着把体内的一股力量 打进了少年体内 少年昏了过去 恶魔并没有夺走她的生命 只是将拯救灵魂所付出的代价 转移到了她的身上 令人意外的是 第二天少年竟然找到了熊哥 想要献祭自己的灵魂 来换取三个愿望 第一个是消除恶魔对自己的惩罚 第二个是要无尽的财富 而第三个却是 让一直看不起她的哥哥姐姐下地狱 保镖听后 觉得她的灵魂比恶魔还乐 认为她的灵魂 没有任何可交易的价值 少年刚想发火 熊哥却说你的灵魂等级太低 熊哥把手放在少年的额头 瞬间把她带进了地狱 此时少年眼中的世界 变得昏暗无比 周围全是行尸走漏的怪物 这就是献祭灵魂后的世界 她将永远生活在这里 饱受折磨 少年赶紧跪在地上向恶魔道歉 可为事已晚 交易已经达成 你知道美女和你约会时 心里在想什么吗 男人打了一个想指 美女便开始吐露心声 恶魔实在听不下去了 又打了一个响指 小美瞬间清醒了过来 肝大的她快用脚 抠出个三十一听了 熊哥礼貌地问她吃饱了没 然后起身离开 小雪找到合力 告诉她 十年前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 没想到却成为了 合力的成名曲 红遍了大江南北 而前两天她新创作的一首曲子 又被合力抢先发布了 而她从未给别人唱起过 小雪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如果说是偶然也太过牵强了 难道真的是灵魂相通吗 合力想起刚和恶魔签订契约后 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 她听到一群人在演奏一首曲子 等她醒过来 将曲子记录了下来 并成为了她的成名曲 原来这并不是自己的原创 而是剽窃了他人的灵感创作的 这一切肯定是恶魔做的手脚 合力气得去找熊哥理论 认为是他欺骗了自己 熊哥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 自己不过是把散落在世间的灵感捡起来 给了合力而已 合力认为熊哥破坏了契约 他要终止契约 熊哥从身后拿出一本恶魔法则 上面记录着 如果是恶魔毁约 那便让千余人回到过去的状态 一瞬间合力再次变回那个六十岁的落魄大爷 巨大的落差让他无法接受 他将合力带到地狱 如此场景令合力吓破了他 他赶紧告诉熊哥 自己可以让他唱歌很好听 震怒的熊哥饶了合力一命 原来恶魔取代了熊哥的身份 如今的他是一名当红演员 粉丝们非常想听他唱歌 但熊哥却是一个五音不全的恶魔 粉丝的热情让他在台上非常感到 听到合力说能让自己唱歌好听 熊哥决定饶他一命 台上的熊哥深情演唱 粉丝们纷纷为偶像的歌声而欢呼 却不知熊哥只是在对口心 整个演唱过程非常顺利 赢得了粉丝们热烈的掌声 熊哥觉得自己和合力配合得还不错 他决定再给合力三个月的时间 只要合力找到一个对音乐极其渴望的灵魂 就给他一份终身契约 彻底放过合力 合力开始在公司组织超级男生的海选 他希望找到一个热爱音乐 迫切想要成功的人 舞台上一位眼含泪水的选手正在卖力歌唱 可惜他唱得一塌糊涂 合力却突然想起这个人看起来有点绝望 于是问他是不是很喜欢唱歌 合力一听就是你了 二话不说拉着他来到熊哥的第八号档度 熊哥仔细打量了一番 表示不行因为他的灵魂等级太低 原来灵魂分为九个等级 而自己需要的 是拥有一级灵魂的人 这个女人前一秒还是个胖妹 下一秒就成了出水芙蓉的大美女 油腻大叔和胖女人找到恶魔 想要献祭自己的灵魂来换取愿望 经过保镖的讲解 两人都选择了契约排行榜第一的选项 变美和变帅 签订契约后 他们被带到湖边 熊哥给他们一个跳下去的首饰 大叔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推进了湖里 胖妹看到后也自觉地跳了下去 随着熊哥倒数三声 大叔瞬间变成了帅小伙 而胖妹变成了一个身材恶魔的大美女 岸边的路人都按捺不住了 纷纷冲向湖里救人 就连走路不利索的老大爷也跑了起来 对于熊哥来说 这些灵魂都太普通了 只有一级灵魂才是他最想要的 为了自己不再变老 河丽开始训练恶魔唱歌 他把一个铁筒套在熊哥头上 据说这样 可以更清楚地听到自己声音的不足 然而恶魔天资有限 五音依然不在吊上 河丽实在听不下去 见过笨的没见过这么笨的 于是起身说 自己还是去找第一灵魂吧 看到小雪正在哼唱自己当年的成名曲 这正是恶魔帮他抄袭小雪灵感创作的 面对小雪动情的歌声 河丽竟然情不自禁流下了泪水 小雪真诚地发问 音乐对他来说 就是躲避大雨的屋檐 尽管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幸 他也都靠着音乐支撑了下来 河丽回想起 自己之前搞了一辈子音乐 依然一事无成 现在靠着出卖自己的灵魂 还在音乐上取得了如今的成就 他不想看到毫无背景的小雪 在音乐的道路上 像自己一样走到尽头 于是很下心告诉他 面对河丽的质疑 小雪开始怀疑自己 到底该不该继续坚持音乐的梦想 他抬头仰望天空 眼泪开始在眼眶打转 室友抱怨河丽太无情了 因为房租被骗 小雪如今已经无家可归 现在又被河丽打击 想要放弃音乐的梦想 他该有多可怜和绝望啊 河丽想起恶魔说过的话 只有陷入绝望的人 才会迫切地出卖自己的灵魂 和恶魔签订契约 熊哥告诉他 人类都是外表善良的伪装者 他们压抑着肮脏又邪恶的本性 说着朝保镖打了一个响指 保镖瞬间变脸 开始吐露心声 失去控制的他 嘴里骂着对恶魔的各种不满 随着一个响指 保镖瞬间恢复原样 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保镖下的脸都抽搐起来 熊哥说 这些话虽然听起来不堪入耳 可都是发自内心的 只不过一直被埋藏在心里 这就是普通的灵魂 而一级灵魂却不同 即使恶魔对他们打响指 一级灵魂也不会有任何发泄的话 因为他们内心的想法和外在表现是一样的 何力急忙拉着熊哥 来到小雪打工的咖啡厅 他想让熊哥对小雪进行测试 看他是不是自己要找的一级灵魂 何力故意说着一些难听的话刺激小雪 目的就是为了激怒他 想看看他会不会爆发对自己的不满 眼看时机成熟 熊哥对他施展了魔法 只见小雪双眼变来 就要开始吐露心声 让人意外的是 小雪只是说 喝完咖啡赶紧离开这里 何力发现他并没有骂自己 就连恶魔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她是来自地狱的恶魔 拥有可以让人吐露心声的能力 她对着女孩打了一个响指 女孩双眼变蓝 开始吐露心声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小雪并没有像其他普通人那样 说出肮脏低级的话语 而是诉说着自己对音乐的喜爱 这让恶魔感到有些意外 难道小雪就是传说中的一级灵魂吗 熊哥赶紧又打了一个响指 恢复正常的小雪 惊讶地无起嘴巴 何力却像看见了天使一样 紧紧握住了小雪的手 她兴奋地询问熊哥 小雪是不是拥有一级灵魂的人 熊哥却不敢确认 上一次发现一级灵魂 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何力指出 熊哥之前说过 对着一级灵魂的人打响指 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小雪明显符合这一特征 熊哥一时间也无言以对 她答应何力 如果可以得到小雪的灵魂 便给她一份终身契约 何力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让小雪主动签约 她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小雪这么热爱音乐 那就让她成为歌手 把她推上音乐的巅峰 然后再让她跌入低谷 享受过成功的人 是不可能接受这么巨大的落差 到时候 小雪肯定愿意出卖灵魂 和恶魔签订契约 为了让小雪出名 何力找来熊哥帮忙 两个人的阴谋也随即开始 熊哥单独约小美吃饭 小美告诉熊哥 自己晚上有场演出 想邀请她一起去 正当小美被夸得天花乱坠时 熊哥的瞳孔瞬间变色 他用恶魔之眼 将小美吓晕了过去 由于小美出了意外 不能上台表演 这就给何力留住了机会 他向小雪抛出了橄榄枝 让她替小美上台 面对何力充满挑衅的话语 小雪想要证明给她看 她鼓起勇气走上舞台 原来这一切都是何力的计划 她给了小雪实现梦想的机会 人一旦得到就会舍不得放弃 她想要一步步控制小雪 直到签订恶魔契约 小雪以林家女孩的模样登上舞台 璀璨的灯光在舞台上流转 清纯的外形和动情的歌声 让现场的观众屏息聆听 异曲结束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瞬间令她收获了大批粉丝 小雪也因此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合理邀请她加入自己的公司 并为她以后的发展做了详细的规划 然而小雪却拒绝了 对她而言 能够感受一次舞台的灯光就足够了 因为父母的原因 她只想过着平淡的生活 恶魔还在偷偷对小雪的灵魂进行测试 她还是不相信一级灵魂的存在 她把小雪要过马路的红灯 设置成了一个小时 想看看她 会不会因为路上没人就闯红灯 保镖认为这样测试太简单了 熊哥说这半夜三更的 街上又没人 闯红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 正常人估计连五分钟都等不了吧 然而十分钟过去了 小雪依然站在原地 最后 她选择了走另外一条路 小雪的表现让恶魔很是意外 她决定 对小雪进行更加严格的测试 你知道网络暴力有多可怕吗 为了考验小雪 熊哥找来她的恶魔天团 开始在网络上对小雪进行攻击 并扒出她年少进过拘留所的案例 诅咒的照片也随即而来 合力找到熊哥 认为她的测试有点过头了 熊哥却说 自己只是雇水军评论 并没有寄出恐吓包裹 原来是粉丝们自发行动 他们发现小雪曾进过拘留所 无法接受这样的人 所以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立场 公司管理层召开会议 讨论是否要签约小雪 有人认为 有前科的小雪 会影响公司的形象 大美作为合力的助理却说 现在人们已经把小雪跟合力 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现在不签约 公司便会成为不负责任的代表 严重影响公司以后的发展 而且小雪的才华是有目共睹的 她值得被公司签约 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 小雪跑到桑拿房大哭了一场 她找到卖鱼丸的大叔诉苦 因为自己上台唱了一首歌 就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如今自己就像是跌到了谷底 没有什么比现在更糟糕的了 保镖向恶魔汇报 小雪遭受一系列打击后的反应 熊哥感到不可思议 怀疑小雪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 同时开始相信 她就是拥有一级灵魂的人 当合力再次找到小雪时 小雪爽快地跟她签订了合约 成为了一名职业的歌手 再怎么样 也不会比现在更惨了吧 她开始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拿到合约的合力 高兴地手舞足蹈 觉得一切都在按照自己的计划发展 她带着卢卡和小雪开始排练 卢卡觉得合力作曲的风格 和徐冬天很像 合力怅然若失 如果自己能早点遇到这样的粉丝 或许就不会出卖灵魂了 为了提高小雪的知名度 合力决定让她在街头进行表演 然而就在小雪赶去演出的路上 却被一群年轻人拦住了 原来这些人嫉妒小雪 草根出身爆红网络 将她堵在了胡同里 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幸好合力及时赶到 看见狼狈不堪的小雪蜷缩在角落 合力紧张地询问她有没有事 小雪笑了笑说没事 只是深感抱歉地说 吹过鲁空洋头就跟着 另一边 大美和卢卡已经布置好现场 但迟迟不见合力和小雪的身影 媒体记者们也都等得不耐烦了 认为小雪刚出名就耍大牌 于是都纷纷离开 合力送小雪回家换洗衣服 看着衰烂的吉他 两人用胶带粘不好 经过简单的整理 小雪来到演出现场 此时只剩卢卡还在等她 面对空旷的街头 她调整呼吸 开始用心地演唱 动人的歌声很快就吸引了大批观众 他们驻足聆听 一曲结束大家纷纷为她鼓掌 演出大火成功 事后两人在路边聊天 合力鼓励她 以后遇到困难不要逃避 勇敢面对 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地清静起来 小雪想起 自己曾在合力家 见过一把沾满胶带的吉他 便问吉他的由来 因为上面的胶带是自己亲手贴上去的 而那把吉他是大叔徐冬天的 合力惊讶地看着小雪 原来她就是那个 当年自己救下的小女孩 这个女孩太可怜了 她有一个家暴的父亲 每次喝完酒 就会对她和母亲拳打脚踢 这天路过的徐冬天救下被打的小雪 小雪用胶布 帮她把摔破的吉他粘了起来 并做了个音符的图案 两人因此成了忘年交 徐冬天开始教小雪音乐 后来两个人一起演出 虽然只是给别人的婚礼住行 他们也觉得非常满足 对于这一切 小雪还历历在目 如今的合力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只能说自己是在二手市场买下的那把吉他 小雪本以为合力认识徐冬天 他想让徐冬天知道 自己现在是一名真正的歌手 合力告诉他 徐冬天可能早就死了 小雪却不信 合力没想到 是自己开启了小雪的音乐梦想 可也是自己盗窃了她的作品 为了弥补小雪 合力为小雪的音乐铺平道路 开演唱会 拍摄杂志封面 做新曲宣传 很快小雪变红的法子 粉丝也越来越多 纷纷排队找小雪要签名 正当大家都觉得 小雪能收获幸福的时候 不幸却发生了 她的好朋友卢卡在过马路时 不小心被飞驰而来的卡车撞飞 命悬一线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卢卡 小雪愤怒地朝着天空大喊 为什么上天总是对她如此不公 此时合力闻讯也赶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一切 合力整个人愣住了 原来卢卡竟是她签订契约前的儿子 合力拿着契约跪在熊哥面前 祈求她收走自己的灵魂 她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卢卡的命 可恶魔并不同意这么做 因为契约一旦达成 便无法更改 现在唯一能救卢卡的只有小雪 在恶魔的暗示下 她拿着契约来到小雪面前 想让她签订契约 来许愿救活卢卡 见小雪没有任何反应 合力发了风势地朝她怒吼着 此时的她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她忘了眼前这个女孩 曾经多次被她摧毁人生 然而现在 还要强迫她献出自己的灵魂 看着奄奄一息的卢卡 小雪最终拿起了笔 在契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她签下契约的那一刻 卢卡随即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 第二天 躺在医院里的卢卡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小雪瘫痪多年的父亲 也重新站了起来 闺蜜也从绝望的人生中 重获了自由 然而 这一切都是小雪用纯洁的灵魂换来的 从此她的眼中便不再有色彩 周围的世界变得灰暗丑陋 她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变得冷漠无情 她已经知道 合力就是十年前的大叔徐冬天 她要让如今的合力 身败名裂 如果你的好朋友不幸身亡 你愿意用自己的灵魂 来换取她的生命吗 合力为了救自己的儿子卢卡 强迫小雪签下了恶魔契约 失去灵魂的她 变得霸道又偏执 眼神也凌厉起来 一进公司就对着合力发话 把其他歌手的通道都推掉了 现在专心捧我一个人就够了 说着拿起小美的演出服穿了起来 大美提醒她那是小美的衣服 结果她却说道 这是小美刚好走了进来 看到小雪穿着自己的衣服 立马嚷嚷起来 小美想要上前拿回自己的衣服 却被小雪一把推倒 现在的小雪 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女孩 她毫不客气地把小美数落了一顿 大家对小雪的变化都异常惊讶 只有合力知道 她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 没有灵魂的小雪 只会自私地想着自己 看着冷漠无情的小雪 合力请求她不要再这样 自己会想办法要回她的灵魂 找回她失去的一切 小雪拿出十年前自己的原创歌曲 要求合力退出公司 并停止制作音乐 否则就把她抄袭的事工之余众 卢卡察觉到小雪的变化 询问她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小雪把合力和恶魔的交易告诉了她 得知合力就是自己的父亲 卢卡彻底愣住了 她没想到 竟然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合力回想起十年前 她和小雪在一次婚礼上演出 为了凑到给儿子做手术的钱 她偷走里已经逃跑了 留下小雪一个人背黑锅 而小雪却对她没有一点怨恨 认为她一定有自己的苦衷 合力发现自己 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了同一个女孩 现在又夺走了她的灵魂 觉得自己真不是个东西 内疚的她找到恶魔 说自己不需要终身契约了 想用自己的灵魂来换回小雪的灵魂 熊哥却恶狠狠地拒绝了她 心灰意冷的合力 拿出自己的大宝剑 一剑踢向恶魔 下一秒 熊哥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手握恶魔之剑 一下刺穿了合力的心脏 由于跟恶魔签订了契约 合力拥有着不死之身 伤头很快就愈合了 为了激怒恶魔收走自己的灵魂 合力拿着大宝剑 打算给熊哥家里搞点破坏 碰巧砍断了几根木棍 这里面存放的 全是和恶魔签订契约的灵魂 熊哥无奈地说道 都让人帮忙要带了 看着满天乱飞的灵魂 合力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火 赶紧向熊哥求救 询问飞走的灵魂还能回来吗 合力打破了被禁锢的灵魂 使得它们四处飘荡 漫天的灵魂引起神的震怒 于是派来天使 将恶魔抓回去进行审判 恶魔没有反抗 与此同时 合力的终身契约也被神收回 他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 两天后 他的灵魂将会被收走 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后 合力终于想明白了 他将自己这十年挣的钱 全都捐给了儿童基金会 并且录制了道歉视频 承认了自己在音乐上的抄袭 他不想在自己被收走灵魂后 给身边的人造成困扰 于是一个人来到沙漠 他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 直至生命的尽头 没想到远处 却有人再向他招手 恶魔来送老朋友最后一程 两人坐在沙漠里蓄起了旧 恶魔问起自己的寻回演唱会 到现在还未兑现 合力直言 恶魔是一个阴痴 因为没有感情 只能发出铁桶一般的声音 即使再投一次胎 也唱不了歌 恶魔告诉合力 神让自己来收走他的灵魂 说着伸出手来和他握手告别 一颗金黄的灵魂飘了出来 失去灵魂的合力 双眼失去色彩 转身走进了沙漠深处 另一边 小雪看见一颗金黄的灵魂向他飘来 他伸手触摸 只见灵魂在他指尖停留 随后融进了他的体内 小雪变回来了 他在演唱会上 对着粉丝们说道 这将会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舞台 他觉得自己不适合这种华丽的人生 他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如果以后想要唱歌了 他将会去街头演唱 画面一转 一个老人来找熊哥牵你 可熊哥却认不出这个老人是谁 原来恶魔已经离开了熊哥的身体 当他转过身 小雪来到他的面前 小雪询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原来当天在沙漠里 河丽被当地人救起 恶魔不忍心这个老朋友消失 便将灵魂还给他 自此 河丽可以在自己 和徐冬天的身份中随意切换 每当他想起河丽的时光时 就会变成河丽 想起徐冬天的点点滴滴 就会变成徐冬天 两人开了一家咖啡店 他们组了一个乐队 就叫左心房和右心室 用属于他们自己的灵魂 一起做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wolf